竹人们热烈讨论彼此的小米 互相分享种植经验 走进达人乡图版部落的小米学堂 里头正进行小米栽种技术课程 竹人表示随着海拔高低跟小米品种不同 种植出来的大小跟颜色都有所差异 一把小米跟花环都有它一个行销的方式 我走这个行销 它有它的一个市场 虽然鼓励大的小米卖相比较好 但鼓励小的却能做成美丽的花环 竹人透过创意发挥小米的多元价值 而专家也提到 以往部落传统放鞭炮的驱鸟方式 可能会出现反效果 这家放鞭炮小鸟会跑到旁边去 所以旁边那一户也跟着要放鞭炮 就会越放越多 最后小鸟就不怕鞭炮 所以以后只要放鞭炮 现在正值小米采收时期 土板部落族人自主举办小米复兴课程 还邀请专家分享研究经验 同时发表前往日本行销的成果 表示已经有当地厂商 表态要大量收购原乡小米 而目前已寄出样品 等待厂商评估 做认证 这些费用都是由我们这边去负担 你们只要专心帮我们种 按照我们的方式去种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预计大概一年要出一百吨 那如果接下来后续的话 如果愿意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跟 南回这个地区 我们就开始就要跟所有的 有种子小米的 结合传统跟现代经验 要维系部落小米文化 同时增进族人栽种技术 主办都会强调 虽然小米在日本属于医疗食品 大部分是给老人家跟幼童食用 但透过族人海外知识分享 相信未来国外市场潜力无穷 原色新闻 台东达人采访报道